最近AI科技發展不太快 在科技發展的同時讓我們附近思考 如果人人的生活與科技開關係 那又會是怎樣的生活呢 動畫名稱取得為新世紀終局 是因為我們認為科技發展的21世紀 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人類科技的關係 如何大家平衡 而這也有關21世紀是如何結束 設計故事地點時我們只思考了一下 有哪個地方是充滿人的氣息 又有我們深厚歷史情緒 之後我們在九份這個地點取得了共識 安備好的時間期望九份做實力好 然後我們訂在九份 我們發現現在人在手機上面畫的時間真的是太多了 有時候會被過於陳明3C 而對古蹟的重視越來越少 那動畫中的人也是如此 陳明虧跡的人也中 會出現紫色的小怪社會SDI 他們出現後便會合在一起 並且變成了故事中最大的反派Monster 在Monster破壞九份的時候 Norah便駕駛CR920前來救援 在彼此纏鬥一番之後 Monster也被擊潰並消失了 而那些曾經沉迷3C的人 也接近找回自己正常的生活 能夠講的Norah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九份人 雖然大部分時間都在他自家的倉庫搞放 但是對九份人之間還是非常感興趣的 在外觀的設計上 我們特別設計了一個外型特別的手套 然後這個手套能夠幫助他在發明的時候 更加的方便還有安全 另外男主角的眼睛也做了齒門的樣式 那是Norah的發明天賦 那時候在前期設計角色的時候 我們組想要設計出一個比較有特色 然後很可愛的一個女主角 因此呢 經過多次的改版 我們就決定使用 重新流行的Y2K風格 與我們女主角融合 但是設計上我們選擇了 黑與粉這兩個顏色 作為主角 想似乎营造出前衛與叛逆的感覺 在畫面中 其實也可以看見 Syna 身材有許多貓咪的人數 也為其中送給Norah的 鑲根教師買下胡鼻 我覺得故事中最有趣的角色 就是CR920這個貓咪機器 而我們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在想說 我們要怎樣的角色 才可以來挽救這個局面 那後來我們 經過幾次的修改之後 我們設計了這樣 橫白配色的貓咪機器人 全部動畫最大的反派 也就是Monster 光看它的外表就知道它很快 讓它龐大的身軀 加上背後的尖刺 而Monster非常討厭 一切有關人文的事物 所以在它剛現身時 最先前往九份這個人文重鎮 進行破壞 不過在故事的最後 Monster終究被正義的一方 打敗了 我們專題是以2D動畫方式呈現 參加於其他整備的動畫來說 是比較容易製作的 然後在成本上也可以經常壓低 風格上面我們參考 比如說動畫像是海賊王 七龍豬等等 然後在動畫中 我們也做出了非常多的動態效果 以及很多打作的成分 在動畫製作上 我們是用了Clip Stable Paint 來繪製動畫還有背景 再運用A、PR、串片 製作特效還有音樂 在電視專題的過程中 我發現我們大家都有各自的進步 像是對於軟體的使用 或是語言的交流 就變得更加的成熟 我覺得在創作動畫最開心的過程 就是可以將腦中的想像畫面呈現出來 創造出那些帥氣可愛的角色 也像在未來我們可以有一個 不被客氣束縛的新世紀